大家好,這是Paul 今天要帶你們來參觀一下 小夜班的一個行程 因為急診室它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所以很多地方我都會剪掉 保護病人的隱私 然後今天呢,就要帶你們參觀一下 我的一天小夜班的行程是什麼 UQB那時候等前進去報告 然後抽了兩個管 門診這時候就可以了 然後就5點半再抽了 醫院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交班 交班一路從流關區到線上病人和重症區 病人很多又很重症的話 甚至可能會花一個小時的時間交班 通常流關區的病人會比較多 要處理的事情也比較雜 一旦病人進入流關區 很多事情都是流關區護理師要負責做的 好! 這多人都很強 擁有多人 這天公布 唉! 要關機了喔 水分裁 立溫 感覺沒有GOTี่Saga 它右下有一個很大的顏值 來 攀沙 六吋 奇怪 攀沙 好笑喔 來 這裡有段 來 一里哥去 好 是USB的 有點大咧 對啊 我來看你有沒有發燒 正在幫忙處理一位外傷中症病人時 遇到了預期性的停電 這時候大家就會有默契去處理各自擅長的事情 急診室會呼聲幫忙 因為急診打的是團隊戰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身上病人很忙碌 有空的人會來幫忙處理病例 OK 到我吃飯的時候了 如果太忙碌的話 有時候會忙到吃不到飯 刷個空檔 趕快塞一塞 吃一下然後一吐 喝水會吃 因為他現在喊肚子餓 擔心說他會不會吐 先給他喝點水吃吃看 如果不會想吐的話 再給他吃東西 或是熟悉的 喝水會不會吸收 今天一飛火燒 睡好 今天是11點半 交班前要準備 那交班前呢 特別是留官具要 準備好病例跟 準備好病人 給下一班 拍起來很高 通常大家會以為 下班前的交班是最輕鬆的 其實錯了 下班前的交班其實很緊張 如果上一班有缺什麼東西 必須補給下一班 特別像今天比較忙碌 我如果要補一大堆東西的話 恐怕會拖到大家的下班時間 下班了 等一下找一個比較亮的地方 再跟你們解釋 現在已經回到家了 已經結束了一整天 忙碌的工作 今天真的是 比較忙的一天 而且病人數也算不少 那 今天遇到了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也就是停電 那其實我們已經 有先被接收到通知 說會停電 醫院有停電一下 然後馬上回覆緊急供電 今天的日程就是 應該說每一天的日程 那每一天我們到醫院呢 第一件事情就一定是點班 然後我今天是留官區的話 我就是要去 稍微尋一下我的病人 然後準備交班 我們每兩個小時就會量一次生命真相 然後中間就會有一些穿他的治療 那如果你看到我前面的影片 希望你能懂我在說什麼 那 就這樣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希望你分享我的頻道 然後訂閱 加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一則我的影片 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